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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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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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想要從事按摩院 那麼他就不可以了 如果從事按摩院就會被處罰 那麼這一條規定已經由來已久 實際上我們的執法機關 他沒有嚴格的執法 甚至很多情形他是選擇性的執法 在6、4、9號解釋做成以前 其實各位你們如果到全國各地 你們常常會看到一些比如說腳底按摩 那麼這個腳底按摩你們如果進去看 你們會發現絕大部分 這些幫人家從事按摩的這些從事人員 都不是視覺障礙者 甚至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的國門 也就是中正機場 在桃園機場 他也有一個店面 就是特別是幫很多老外 很喜歡腳底按摩 就幫他們去按摩 那麼在那裡從事按摩很多人 也幾乎都不是視覺障礙者 各位先想看到這個在桃園機場 那麼你要從事按摩業 這個是跟官方打契約的 可是法律是規定說只有市場 才能從事按摩業 可是我們的官方行警局 其實他基本上是不管的 那麼甚至還有更有趣的 所以過去就是曾經發生過 在大尔關座六四九號之前 沒多久 當時這個是我們調查出來的 就是說報紙有登 觀光局 交通部的觀光局 為了要促進台灣的觀光業 那麼他公然就是在台北市的小巨蛋 他辦了一個活動叫做千人竹爽 那麼他就是辦了這個活動 就邀請了很多來台灣觀光的一些 外國的觀光客 他們來報名 然後就在小巨蛋 那麼就也請了非常多按摩的從事人員 這些都不是視覺障礙者 那麼由這些那個按摩業者 就是幫觀光客在腳底按摩 因為這個認為說腳底按摩被認為 這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所以觀光局就用這一個為一個賣點 希望說能夠來促進 這個台灣的觀光業當作宣傳 這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法律的規定是一回事 可是政府卻帶頭違法 但是他偶爾也有處罰 他處罰基本上就是說在那個理容墊 那麼他理容墊處罰基本上就是 他大概就是先天上認為說 這些理容墊如果幫客人按摩 一定是從事射寫 那如果沒有抓到射寫 那麼他就是以這一個違反 這一個身心障礙者權力保障的規定 那麼可除罰反 這個法律就是幾乎就可以說 如果在法律上我們把它稱為說 這種法律規定是一回事 而實際上沒有辦法 不管是記什麼原因 沒有辦法確實去執行的 我們說這種法律就是欠缺實效性 確實的實 有效的實效性 這種欠缺實效性的法律 所以在比較法律上通常都會舉一個例子 就是美國在1903年代的一個禁酒令 那麼這個禁酒令就是 這個法律的規定就是禁止 就是禁止釀酒 那就只有官方他就壟斷 可是實際上都是 這個法律根本就沒有辦法實行 當時就是民間全部都是 很多人都是私人釀酒 那麼國家在這裏也根本就沒有辦法抓 所以最後禁酒令就是 名存死亡 那麼這種欠缺實效性的一個法律 其實就是傷害了這一個法律的這一個違性 我們先不管那個實效性 我們先討論就是 那麼這一個法律只有視覺障礙者 才能夠從事奧摩業這個規定 那麼他限制了這一個明眼人 他的職業選擇自有 那麼他這個是合憲不合憲 那麼各位還記得我們跟大家說過 這個職業選擇自有的限制 我們把它分為有一個三階理論 就是那個限制 職業選擇的限制 如果是客觀條件的限制 是人力沒有辦法改變的 那麼我們就稱為這是一個 這是要用最嚴格的審查 那如果他的那個 選擇職業的條件是主觀的 是你人力能夠努力 可以去達到去克服的 那麼這個就是主觀條件的限制 那麼這個是中度審查 那麼各位你們認為這一個 這是一個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呢 就是只有盲人才能夠從事奧摩業 你們認為說這個條件是你主觀能夠達到的嗎 你不要說你可以把自己亂下 那當然這個就變成是好像是 不過用這樣的話 就已經違反了這個工序良俗 違反這一個人性 所以這個是被認為說 這是一個客觀條件的限制 所以客觀條件限制的話 那麼就要用嚴格的審查標準來審查 他是不是核限 那麼在這種嚴格的審查 那麼大法官通常 首先就是看他的目的 也是看看他追求的那一個 那個利益 是不是一個特別重大的公共利益 然後後來再手段 再進入來看 這個手段是不是能夠達到目的 還有在同樣能夠達成目的的很多手段裡面 他是不是屬於這一個侵害最小 那麼這一個規定 其實它涉及到明眼人 有兩個不同的基本權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談的職業自由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平等 也就是說它的差別待遇 就是明眼人 你不能夠從事這個按摩業 可是盲人他就可以從事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差別待遇 那有沒有合乎平等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 今天把職業自由談完之後 我們下一個單元 我們大概會花這個兩三個星期 會來跟大家介紹這一個平等 我們現在就把那個 視障者獨佔按摩視障這個案子 我們專門針對 他有沒有違背職業自由的這一個點 來介紹來討論 那麼有沒有違反平等 就是我們下一個單元 在這一個繼續 那麼最後 大法官呢 是宣告說這個規定 是違憲的 除대系列寺民族 你當然寫了 涉嫉嫉嫉嫉嫉妒 那我先看那個目的 大法官說這一條規定的目的 它是 因為我們憲法已經明明說 要輔助弱勢 所以國家保障事障者 工作權 這個他目的就是為了保護事業障礙者 所以它是一個重要的公共利益 這裡就是提到 這是涉及職業選擇自由的限制 那麼他說如果是主觀條件的限制的話 那麼他必須是追求重要的公共利益 如果是客觀條件的限制 那麼就要嚴格審查 那麼就要追求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 那麼這個案子大法官說 這是屬於對非職業障礙者 職業選擇自由的一個客觀條件的限制 那麼他的目的是在保障職業障礙者的就業機會 所以他是屬於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 因此在目的方面 大法官認為是合限的 可是在手段上 大法官就認為說他是違限的 基本上就簡單講 就是超出必要的這一個範圍 甚至就是說他的所得跟所思是懸殊 就是說不合乎那一個不合乎比例 那這個就是在這裡所提到的 各位先生看 那個按摩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市場 那麼即使你只限於由那個視覺障礙者來從事按摩這個工作的話 其實根本就是遠遠不符合市場所需 而何況呢 即使你是為了要保護這個視覺障礙者 他的這一個他的職業 他的生存 這個固然是很重要 可是實際上在大法官在當時去調查 其實很多明眼人去從事按摩業的數量非常龐大 並且我們發現很多其實也一樣是來自弱勢的一個家庭 他可能因為從事按摩業他的門檻不高 你只要學一些那個技巧 那麼你就很容易上手 那麼就可以從事這個行業 很多從這個農村到都市來的很多人 他其實都是從事這個按摩業 這是已經是對於那麼多人來講 也算是他們的維繫生存所需 並且也有很多從事按摩業者 他本身也是身心障礙者 只是他不是視覺障礙 他可能是腿部障礙 可是他的手臂很有力 那麼像這些人如果他從事按摩被抓到 也一樣被認為這個是違法 所以就是在這大法官在這裡就是去做一些比較 比較 那最後就是認為說呢 這一個所得遠遠比不上所思 並且大法官還認為說呢 這一個規定 雖然是說是在保護視障者 可是他會有一個反效果 就是會讓我們的主管機關 他以為說 我已經把這一個按摩的這個市場 已經割讓給 可以說用割讓這個字 就是說保留給視覺障礙者 就只有你們可以從事 所以說這樣我對你的保護已經夠了 可是實際上視覺障礙者 他能夠從事的那個職業 其實是非常多 只要國家能夠積極的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幫助 其實可以讓視覺障礙者 有更多元的這個職業的一個發展的空間 所以有這種規定呢 反而會讓主管機關就怠惰 而沒有想到說 要去幫助視覺障礙者 去開發更多元的這個職業的 這個選擇的一個空間 所以就比較的最後就是宣告 他是會犯比例原則 他是違憲的 那麼這種規定呢 我們就發現了就是蠻差異的 就是韓國也跟我們有一模一樣的規定 所以不知道是我們學他們 還是他們學我們 可是呢這個有學者呢 這個去研究就是說 視障者他從事按摩院 這個在日治時代 日治時代呢 就幾乎就很多 就已經開始出現這種 視障礙者 他可能就是在半夜 那麼他可能就是吹著那個笛子 那這個我小時候就是這樣的經驗 我們在這個南部 那麼你只要聞到那個笛子的 聽到笛子的聲音 那就知道說會有一個盲人 就是在外面 那大家就知道說 他是幫人家 台語就是抓龍 那麼就請他到家裡 幫你這個按摩 那這個可以說從日治時代就這樣 那韓國也是 我們做成那個解釋之後的那個隔天還是第二天呢 這個大法官才發現說 才得到那個資料 在我們做成這個六四九號解釋的沒多久 韓國憲法法院 他也針對這個相同的這個法律 他也做了一個判決 他的判決也是 先告訴說這個是違憲的 可是韓國他們最後的發展就跟台灣不一樣 韓國就是四藏者 可能是民族性比較剛烈 四藏者他認為這個法律是保護他們 那麼但是你如果憲法法院宣告他違憲 這個就會讓明眼人也會去搶這一個按摩的市場 他認為會危害四藏者他的這個職業的競爭 所以就有一個韓國的那個世界障礙者 他就跳樓自殺 那麼就在抗議新華法院的這一個判決 那麼這個給新華法院很大的一個壓力 那後來這個細節這個我已經不是很清楚 後來他們改變看法 那我們的這一個六四九做總之後 那麼台灣的四藏者他也有抗議 不過這個台灣人他是比較溫和 那我們四藏者就是抗議 並沒有採取像韓國怎麼樣的一個激烈的抗爭的手段 我們也曾經去做一個比較法的一個調查 那麼當時的大法官有一位呢 他在劉德的時候 他的博士的指導老師 其實就是盲人 這個是各位可能你們會認為這個很 真的很奇怪 盲人他怎麼有辦法能夠拿到法學博士還當教授等等 實際上就是在慕尼黑大學的一個很有名的憲法學的教授 他就是盲人 那他盲人他就是上課呢 因為他說我有去慕尼黑 他上課都是有一個替代役的 他們就是有替代役的 德國就是有替代役的 那麼他的工作其實就是國家呢 他就在配置給這一位教授 那麼看他上課 那麼這個就是他就搭著他的那個肩膀 然後就帶他去上課下課 還有他的整個的他的那個辦公日場等等 那麼就國家他就會指派這個替代役來幫忙 另外各位還可以想想看 這一個一個盲人能夠最後會變成一個法學教授 你可以知道說在德國他是對一個盲人從他小時候 你看家庭對他的資源 社區對他的資源 國家對他的資源 所以能夠栽培一個盲人能夠跟一般正常人一樣 在一個能夠有一個平等的基礎上面去競爭 那這個是多了不起 那麼這一位德國的盲人叫做 他就是我們的比較研究就有跟他交換一件 當他知道說竟然台灣有這一種法律 那這種法律就是把按摩的這個工作 就是保留由視覺障礙者來從事 各位你們知道說這一位德國叫做他對這個法律的看法 他覺得很驚訝 但是他並不認為說台灣的立法者在把握盲人 他反而說如果有這種法律 他如果在德國他認為他被冒犯了 他說這個以 他說以這個盲人的這一個 他認為說他有很多盲人應該有很多各種不同的職業的一個選擇 那為什麼這個國家你只是選擇 就是說用一個就是只是從事那個手的工作 就是幫人家按摩 似乎就認為說視障者 你只有那個能力從事按摩 或者說你指配從事這個按摩這種工作 所以對他而言就認為說這個是被冒犯 所以他們對台灣有這種法律就感到很驚訝 那我們其實在去找這個其實在全歐洲 都沒有找到有相同的這個法律規定 所以後來有勉強發現有兩個國家也有這個規定 當時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當時就發現好像是東歐的烏克蘭 好像還有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那麼這兩個國家好像也有這一個法律 那麼保障這個視障者 然後這個就是能讓他獨佔這一個安摩的這一個市場 不管怎樣其實我覺得這一個案例 並不是我們對於視覺障礙者 這一方面這個規定是在保護它 可是我們是認為說這個保護的這個手段 其實是不僅是讓非視覺障礙者的權利 其實對於視障者他的本身也是不利的 所以從職業自由這個觀點 我覺得這個六四九號解釋 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麼跟那個視障者的保護呢 還有很多相關的法律跟職業形成自由有關的 這個都是值得討論 我們有保護視障者的法律 也有限制視障者的職業選擇的那個法律 像我們的國家的規定 你如果是盲人的話呢 是禁止報考法官 那麼不能夠當法官不能夠當檢察官 那麼各位你們認為說這種規定 有沒有違反這個視覺障礙者他的一個職業 職業選擇自由呢 那這個你們可以回去思考看看 或者是在這個討論課跟主教交換意見 好接著我們再來看旋轉門案 那麼這個我們也這個比較快速可以運過 這個旋轉門案其實就是法律的規定 我們先來看法律規定 我們公務員服務法 會令公務員在離職後三年內 不能夠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的職務 直接相關的營業事業的董事監察人監理 執行業務的股東或顧問 那麼這個就是旋轉門的這一個條款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一個法律的規定 這個就是我們的立法理由 為了禁止公務員離職後 從事與員任職務具密切關係的行為 那這個有這個規定 這個應該更進一步來說明 就是說如果公務員離職之後 他馬上可以從事跟他離職以前 他的職務是相關的行業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小人之心 就是會擔心說這個公務員 他為了要留後路 說如果等我退休以後 我想要去某一個行業去擔任 那如果說沒有任何限制的話 他可能就是在他任職之內 他就是可能會先尋思 對於某一些他監督範圍內的這個民間的企業 他可能會尋思或是放水 或做人錢給他 或有什麼輸送什麼利益 然後犯許的條件就是讓公務員 我離職之後 讓我可以到你的這個行業去認職 我們這個社會常常大家都會說 某某人他在這個行業 他本來是當什麼 就是這種說他是所謂門神 你們有聽過這個用詞 就是說民間企業常常都會想要去聘用 退休以後的某一個公務員 如果馬上退休馬上進去 那這個是違法 可是如果三年後 那麼他就可以自由了 那麼這個企業通常就很喜歡聘用這種退休的人 也比方說聘用退休的高階的檢官 那麼這個大概是幫他 比方說他去擔任什麼董事啊 那麼這個萬一有什麼事情 那麼這個就可以請這一位 以前認職這個警官的這個董事 幫他這個去解決這個事情等等 我想這個是人性常常會有這種思考 所以為了怕產生弊端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規定 那麼這個案子其實就是一位 這六三級要解釋呢 就是一位台中市政府的公務局局長 那麼這裡就是公務局局長 他的任務就是這一些 他的職務 發執照 建築許可 執照 還有核定 這個跟建築有關的幾乎都是 所以就表示說他離職之後 不能夠從事跟建築有關的行業 三年內不可以 那麼他明知公務員服務也有這個規定 可是他離職之後還是受雇 與經營土木建築 橋樑隨地工程的 花報業務的這種 逆風公司就是一家營造廠 擔任總經理 那麼他每一頁的薪資其實高達二十萬元 然後就被發現 那麼是基礎公務員服務法的規定 然後就被處罰 那麼他認為說這種規定 其實侵犯到他的工作權 也侵犯到他的生存權 他認為說這個建築 因為我當做公務局長 所以跟建築營建有關的 其實就是他的專長 那我現在離職之後 你限制我這三年內不能夠從事 跟我的專長相關的這種行業 那是不是就是 似乎就是要置他於死地 認為說這個是 會就是千萬到他的工作權 所以他生前解釋 好吧 我們先來看看 各位你們認為 這個規定就是 公務員離職之後三年內 不能夠從事他離職以前 他過去五年內的 他的職務相關的職業 你們認為這個是主觀條件的限制 還是客觀條件的限制呢 他可以選擇嗎?他可以有沒有能不能夠自己來選擇的這個問題 大法官的一個看法其實是一個主觀條件的限制 最後的一個認定是認為他是核限,並不是違限 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公務員公正聯名的重要公義 目的是政黨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公義 他的這個規定是有助於避免利益衝突、利益輸送 並且他並沒有全面禁止他去從事跟職務直接相關的營業中去認識 也沒有禁止他去選擇跟職務不直接相關的職業 那麼他禁止的就是禁止他去擔任他的董事監察人等等 那麼你如果去進去擔任一般的職員 這個也認為這是OK的 所以最後要提到公務員 公務員對此限制並非無法預見 你在任職你去考公務員 各位你們畢業也有很多人會考公務員 你已經知道說我登頓公務員就是有所得有所失 你也可以選擇不去擔任公務員 那你也可以選擇不去擔任公務員 這個是大法官認為他是主觀條件限制的一個主要理由 所以最後就是認為說這種規定 對選擇職業自由所為的主觀條件的限制尚未過到 所以跟目的之間還具有實質關聯 所以認為他是核限的 所以這個規定其實在執行上有時候也會有爭議 如果比如說他只是公務局的局長 那這個對他的限制還算是有一定的範圍 因為公務局其實就是他監管的行業其實就是營造建築 在營造建築行業以外的他基本上他退休以後也可以從事 那各位想想看呢 萬一是行政院長退職下來的 行政院長管的就是包商包海 包商包海那就表示他什麼都不可以 那包括是副行政院長 副院長也不可以 那麼說起來那是總統 總統他的權好像也很大 可是這個又有爭議 台灣就是說有人說我們是雙首長 所以這個總統好像只管兩岸國防外交 可是實際上他管的又不是這一個 不限於這一個 他幾乎我們選蔡英文當總統 我們真的只希望他管兩岸國防外交嗎 包括說最近報紙說 到底我們的水價電價要不要漲 那麼蔡英文說不要漲 那麼就被李遠哲批評說 有負責任的政治 將來不應該這麼說 該漲就要漲 所以你看這個油價電價水價這個漲 這個跟兩岸國防外交不相干 可是被認為也是總統要決定的 馬英九以前就是油電雙漲 結果就是他的民調就整個掉下來 所以這個總統也是 目前也被認為他的職務是包商包海 所以他退職之後呢 就是很抱歉什麼都不能夠做了 不過這個就對他們已經是小事 因為他的退休金啊 這個退休縫呢 其實一樣都是不愁是不愁穿 那麼就在家當預購 其實就都已經可以過得非常好 好 我們接著再來討論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 666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名的罰仓不法表 可以看我們的法律 這個案例 社會秩序維護法 他的規定就是說 意圖得力與人間數者 那麼就要罰拘留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的罰款 那麼他只處罰就是意圖得利與人兼訴者 所以在這一條規定呢 就會涉及到兩個不同的一個基本權 也就是性交易其實就是有買方有賣方 可是他只處罰意圖得利者 就變成說他是處罰賣方 就是他只罰倉不罰嫖 那麼就引起有沒有違反平等的爭議 這個我們也是下一個單元 我們會再回過頭來看666 那麼他另外還有一個涉及一個基本權 那這個大家會問 為什麼我不能夠意圖得利而與人兼訴者 意圖得利其實基本上就是說 我用這個為生 所以在這裡就會進一步去看 就是說就是這一條規定也意味著我們的法律 禁止從事性工作 那麼這個性工作到底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進一步追問 那你整個禁倉就是禁止性工作 他有沒有違反憲法所保障的職業自由 各位認為有沒有 這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我只能夠說這個案子呢 他的申請是兩位宜蘭地方法院檢疫庭的法官 他們因為根據我們的社會秩序唯有法 就是被發現被警察移送 要拘留 而拘留的話呢 就根據我們憲法的要求 要法官的同意 所以像這個案子就會送到檢疫庭的法官去裁定 那我們這幾位年輕的法官是很悲天悲人 那麼他發現被警察移送的 他發現他們其實都是年紀很大的 發現他們其實都是年紀很大的 四五十歲 結果都只有把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被送的這一位 四十一歲 這位楊姓五十一歲 甚至各位看 莊遊姓這一位 已經五十九歲 那麼這個是林俊田法官呢 他就裁定要停止審理 向道文聖經解釋 那麼這個案子是另外一位楊坤橋法官 也是台南地院 那麼他這個案子也是這一個 陳姓 最新48年是已經也是五十幾歲 加近六十歲 還在這個從事性交易 所以他們發現 他們都是經濟困難者 那他們的申請書 就是這兩位法官的申請書 他們都有除了質疑有沒有違反平等 他們也質疑說這個有沒有侵犯到職業自由 結果這個案子在大法官這一篇 結果大法官不敢正面去處理這個問題 各位你們回去看那個666 666號解釋大法官是宣告這個法律是違憲的 可是他是從平等出發 認為罰商不發表是違反平等 可是對於有沒有侵害到性工作的這一個 大法官在這裡他就高掛免贓牌 因為認為說這個實在是正義太大 並且也實際上當時在大法官內部 也為了這一個要不要處理性工作 就是有沒有違反這一個職業自由這裡 沒有辦法獲得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這一個多數 所以就以比較有明確答案的這個平等 那麼就是以這一個來做成解釋 那麼職業自由這一方面就沒有去處理 到底性工作是不是一個憲法所保障的這個職業 那麼這個很多國家的規定都不一樣 大部分的國家都不承認 那麼有的國家呢 他是有明白的承認 這是一個憲法所保障的職業自由 就像德國性工作者都還有權組織公會 那麼絕大部分的國家呢 都禁止這個性工作 可是實際上根本沒有辦法禁止 那是一個人類最古老的一個職業 那麼各位你們認為台灣我們有沒有禁倉呢 台灣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國家 我們剛剛的那個規定就是說呢 法障不法表基本上就是禁倉 可是我們又分為那個私倉跟公倉 可是公倉現在基因已經是沒落了 那麼因為國家他就有意就是要禁倉 那麼結果就是現在就幾乎很少這個公倉 可是當你有公倉的這個制度 那麼意思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其實並不反對有這個職業 只是說他把它極限在一個非常非常有限的這個範圍 那麼這一個是各位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這個是看許大法官的寫懂意見書 那麼這裡其實有提到說就成為說這應該是一個職業 什麼是憲法所保證的職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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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人民 只要是用於謀生的經濟活動 就應該就是職業 那麼在判斷這一個到底是不是憲法所涉及的職業的時候呢 就不需要我認為說不需要占忍太多的道德或價值判斷的色彩 那要不要把它加以限制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很多憲法學者 他一開始就是說 那到底我們憲法所保證的職業呢 他都說只要是違法的職業 就不是憲法所保證的職業 那麼用這一種論述其實是矛盾 因為職業如果被認為是國會所不允許 或被認為是違法的職業 你認為說違法的職業就是憲法所保證 可是憲法就是在審查 那個禁止這種職業的這種法律到底有沒有違憲 所以這個你如果說違法的職業就是表示憲法所保證 這個本身是一個小矛盾的 反而我們要從憲法的職業制度的這個高度 去檢查那個禁止這個性工作的這個法律 到底是不是違憲 而不是說法律說它是違憲 它是禁止的 那就比如說這個職業就是憲法所保證 那麼我個人的一個看法是認為 這個規定就是一個客觀條件的限制 它基本上就是說你都沒有辦法 就是說你只要不是在工程的範圍 你只要是從事這個性工作 你沒有任何一個條件 因為基本上它就是加以禁止 所以這個是一個客觀條件的限制 你就用嚴格的審查 在這裡就必須要用它追求的公益目的 必須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 那如果我的一個看法我認為說 它的目的是核限的 但是就是說如果它是維護國民健康 保護兒童青少年的身心 避免自生其量的犯罪 避免人口的犯應 這個都是特別重要的公益 可是如果法律說 它保護的是一個抽象的性道德感情 或抽象的工序養屬 那麼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種目的可能是會違憲的 那麼我會質疑的就是說 難道沒有一個為了達到這一些目的 那麼我會質疑有沒有侵害更小的一個管制的措施 那麼譬如可以化電合法的營業區域 那麼發軌製造 那麼強制定期健康的這個篩選 那麼這個就是我認為在職業自由上 它一律禁止 那這個應該是有違憲的嫌疑 不過這個我這樣主張的話 也很多文獻都批評 這個太違反公序養屬的一個主張 好吧我們在平等的時候會再回來 就是在針對這個罰倡不法表有沒有違反平等 我們再來會做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好我們最後再來看一個案子 叫藥師案 我們這在做的有沒有藥學系的呢 沒有嗎 我都忘記了 有沒有醫學系的呢 好吧這個案子就是涉及到我們的藥師法規定 藥師經登記領造職業者 那麼他的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 那麼這一個規定呢 是主張是和限的 通常是醫生 那麼主張這個規定是違憲的 通常是藥師 那麼藥師是希望說 他能夠職業的地方不只限於一處 那麼但是呢 為什麼會法律會有所限制 就是擔心那個藥師會借牌給別人 他實際上並沒有在那裡從事這個藥師的職業 可是他借牌給另外一個 有人開了一家吸藥局 沒有藥師就請他掛名 而實際上呢 他是在賣吸藥等等之類的 那麼這個規定就是 我們的藥師呢 就申請大法官解釋 最後大法官做成711藥解釋 這個是2013年 這個才這個 三年前 三年前的做成 大法官宣告他是違憲的 不過呢 他開放的這一個程度 基本上是相當有限 那麼大法官為了做成這要解釋 還召開憲法法典 那麼做一個公開的這一個延遲辯論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各位你們認為 這個是職業選擇自由的三階理論的哪一階的限制呢 是職業選擇自由的客觀的條件限制呢 還是職業選擇自由的主觀條件的限制呢 還是屬於職業的執行內容的限制呢 這個應該是執行內容的限制 因為 並不是涉及到 如何選擇那個職業的限制 而是你已經擔任要事之後 他是規定說你只能夠 要事職業只能夠在一個處所 所以如果是從這個 他是一個職業執行內容相關的限制的話 那麼這是屬於這個三階理論的一個最寬鬆的第三階 所以在這裡 大法官對於那個法律的這個限制 他所做的核限性、違限性的審查呢 他會用比較寬鬆 比較尊重立法者的這個標準來審查 所以各位看這裡就是大法官說的這個是 關於從事工作的方法、時間、地點等執行職業自由 所以他會有立法者為了追求公益 卻採行之限制的手段 所以有必要就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這個就是說 他的追求的目的只要是屬於公共利益就夠了 不需要什麼重要的公共利益 或者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利益 那麼最後就是看那個採行的手段 是不是必要 基本上有沒有必要 就看那個限制是不是這一個合理 可是即使是採取寬鬆的審查 大法官最後呢還是宣告 他是違限的 那麼但是呢 這一個認為他是違限的理由 基本上就是說 他是認為 把藥師的職業處所限於一個地方 固然有助於 這個剛剛所說的這些目的的達成 那麼他說呢 為藥師依法本得執行各種不同的業務 社會對執行不同業務的藥師的期待 因而有所不同 且因職業場所及規模的差異 而應有彈性有效的運用藥師的專業知識 又在醫療的疫診 或於缺乏藥師的偏遠地區或災區 那麼配合巡迴醫療工作 及至安養機構提供藥師諮詢服務 那麼由職業之藥師前往資源 並不違反前接力往目的 所以這個限制就沒有必要 所以最後就宣告他 這個限制是超出必要的範圍 那麼這一個解釋一出來之後呢 有沒有達到藥師他們深久世紀的目的呢 其實沒有 其實藥師他希望的就是說 我拿到一個執照 然後說我可能會希望說 我今天在嘉義市這個我開了一家藥局 那麼可能在台南市我也開一家藥局 都開一家藥局的那麼他的這一個職業的範圍就比較廣 那麼他能夠賺錢的機會就比較大 你如果只能夠在一個職業去職業的話呢 那麼他就是把它綁在一個地方 那麼他的這一個 就對於他的職業的執行 那當然是有所很大的限制 所以希望把這個綁在一個固定的一個特定的一個地點的這個限制 希望說把它解開 可是大學雖然宣告說 這個職業只能在一個處所規定認為是違憲 可是他允許 你如果出去抑診 那這個應該要開放 那如果到偏野地區 這個就是對缺乏藥師的偏野地區 配合巡迴醫療的工作 或者是呢 到安養機構 比方說到老人院 到安養機構去提供藥物資訊 他說這個是應該開放的 好吧 所以因為他沒有開放這個就宣告他危險 可是這個其實根本不是藥師要的 藥師他只要的就是說 能夠在另外一個天我也再開一家藥局 而不只是限於到安養院 或是到偏野地區等等 所以這個解釋 是對於藥師 是讓很多藥師空歡喜一場 雖然大學雖然宣告說 只限於執行職業的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這個是會限的 實際上真的是開放的範圍有限 那麼到目前為止 這個藥師對這一號解釋 其實還是非常的不滿意 認為說對於他們的執行自由還是過度 那麼這個各位你們看七一一 那麼這個是不是妥當 是不是可以這一個可以支持 那麼醫生就會跟那個這個藥師的看法 其實就會不一樣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醫藥分業 那麼有這個規定其實就是希望說 藥房它必須要有藥師主持 那麼這個讓國人能夠 因為有藥師主持 那這個是涉及到用藥的這一個安全 所以用藥的安全呢 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專業的藥師在那裡服務 那麼我想這個應該都是核限的目的 並且它的規定可能應該可以說是有必要 這個就是這裡提到的 大法官說這個規定立法目的 是為了推行藥師專任的政策 防止租借牌照營業之不法情勢 並且醫藥分業以後 藥師是以專門知識技能 核對醫師開立的處方以調配藥劑 並為病人提供正確藥的資訊 所以這個規定是出於確保醫藥管理制度的完善 妥善運用分配整體醫療人力資源 並維護人民用藥安全等公共歷史考量 所以立法的限制這個是政黨 這個是整個的法律規定 其實我也很希望知道如果在座有藥學系的同學 看看這個七一一的這一個道理合理不合理 好不好沒有的話我們就 職業自由就先看到這裡 我們現在要從自由權現在要切換到平等 我們到目前為止呢 跟大家介紹過的有言論自由 那麼有生存權 那麼有職業自由等等 這些都算是一種自由權 那麼國家如果要對它加以限制 那麼最主要就是比例原則 那就是說看看它追求的目的是不是核限 還有手段是必要 也就是說手段有沒有核無比例原則 那麼在這一部分呢 也是有嚴格審查 中度審查寬中審查 那麼這個有什麼樣的一些不一樣 那麼嚴格就是說它的追求的目的 必須是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 那麼中度審查就是重要的公共利益 那麼如果是進入審查 只要法律追求的是一般的公共利益就夠了 而手段最主要就是看那個 如果是嚴格審查 就是非要要求說 它是一個最小侵害的一個手段 好吧 那個我們已經講很多 那麼大致上呢 我們現在談的又是另外一個平等 平等的審查 其實也跟那個自由權的限制 就是有沒有核限的審查 最後的發展結果也是蠻類似的 一樣就是會分為嚴格中度寬鬆的 這一個審查 那麼我在這裡就是要跟他講 就是說到目前實務上的一個發展 對於有沒有違反評質審查到 我們幾乎還沒有用過這一個嚴格審查 那麼我們一樣會來跟大家舉例子 透過實力的討論 讓大家比較容易進去 那我現在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的平等審查 都是受到美國法院的影響 所以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美國的最高法院是怎麼做平等的審查 那麼他什麼時候會嚴格審查 這個就讓各位你們了解一下 有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嫌疑分類 在美國法上呢 這個嫌疑分類指的就是種族 有一個膚色原初生的族裔國別 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 是多種族 所以有非洲裔的 有印第安人 那又有這個拉丁裔的 有亞裔的 有沒有有這個白人等等 所以為了國家的這一個多種族的國家 能夠和平安定生存 所以在美國非常重視那個種族 忽色的平等 這是一回事實際上很不平等 就是因為很不平等 所以他才會非常重視平等 所以如果法律是以種族忽色原初生的族裔 等等來作為對人民來做一個分類 那麼他就很敏感 在這裡他就會用嚴格的標準來審查 所以這個就會被稱為屬於這一類的標準 就被稱為這是一個嫌疑分類 基本上你可以說 只要是跟人的那個出生會相關的 特別是種族膚色 那麼這就是嫌疑分類 另外還涉及到在美國他們的發展 他把一些人權 他又把他重要性又把他加以區別 他認為人權裡面有一部分是屬於基礎性的權利 fundamental的一個權利 所以涉及到這種權利的話的限制 也要嚴格審查 所以如果是涉及到言論自由領域的差別待遇 宗教自由領域的差別待遇 或投票權的差別待遇 或跟聲譽遷徙的差別待遇 在美國也會認為這是要嚴格審查 那麼在嚴格審查的時候 會要求他追求的目的必須是急迫重大的公共利益 那這個在言文就是說 急迫重大就是compared 急迫性的就是compared interest 那麼手段指的就是說 他的那個分類標準 他的那個分類的手段 必須是必要且侵害最小 那什麼時候是寬鬆審查呢 如果說這個他的範圍是財經社會領域的立法 那麼就寬鬆審查 在寬鬆審查時候 只要他的目的是一個合法的政府利益 手段跟目的之間有一個合法的官僚 對不起這個應該要改 不是合法的官僚 合理 合理 這個請你們如果要記得合理 就是一個reasonable 合理就是reasonable 合理的官僚就可以 那麼為什麼財經社會領域的差別待遇 美國的最高法院會寬鬆呢 最主要理由就是因為 涉及到財經社會領域呢 通常都是會涉及到 國家資源來分配 誰是最有權力來分配國家資源的呢 通常都是有民意基礎 有民主正當性基礎的國會 就是政治部門 國會還有總統 就是這些人民選的 他們來分配資源 所以只要分配資源 如果這個分配不公平 那有人就向最高法院 或向法院提起訴訟 那通常法院都會比較尊重 政治部門的資源分配的決定 為什麼呢 在強調資源的分配最主要是希望說 有民意基礎的政治部門來做決定 而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不是民選的 所以他的民主正當性的基礎 沒有國會沒有總統 那麼的直接 所以在這裡就是法院 就是司法部門 他就會比較尊重政治部門的決定 所以他會比較寬鬆的審查 然後中間的審查 就是中度的審查 這個都是他們的 過去多年來的發展 所以涉及到性別的差別大義 所以男性女性的差別大義 在美國是中度審查 那麼非分生子女 就是以這個子女是 你是一個分生的或非分生子女 來做差別大義 這個也被認為這是中度審查 那麼外國人的差別大義也是中度審查 還有涉及種族的優惠性差別大義 我們以後都會舉例子 在中路審查這裡的時候 那麼他的目的就是要看看 他追求是不是一個重要的政府利益 手段就是看 手段跟目的之間 有沒有一個實質的觀念 好吧 就先做一個抽象的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我們最後就是進入一些案例 我們案例會跟大家介紹台灣的 那麼我們也會介紹比較法的 讓大家能夠對平等 有比較寬廣的視野 我們會有一個特色的 一個特色的認識 以下的案例會依照不同的領域 以下的案例會依照不同的領域 我們一般把它稱為劉俠岸 劉俠 各位知道他是誰嗎 因為很有名的 他的筆名就是姓林子 他從小就是得到肌肉萎縮症 所以從小就坐輪椅 因為在早期我們對身心障礙者 的那個保護比較不健全 所以劉俠岸就是從小他就失學 沒有到正式的學校去繼續求學 他大概只是讀到小學幾年幾之後 就因為他的病他就錯學就在家 但是他是自學 自學者可是還是學識很老 那麼成為一個作家 那就是全國有名的一個作家 他只是做成於1992年 那麼他的這個解釋就是劉俠他是 是申請大法官解釋 就是因為他當時他要參選國大代表 現在已經沒有國民大會了 你們都還小 那個所以不知道有國民大會的時代 我們過去有兩個國會 一個是立法院 一個是國民大會 這兩個國會呢 通常立法院比較重要 國民大會 我認為一點也不重要 好吧 現在已經廢掉國民大會了 那麼根據1989年 當時的選罷法的規定 你要競選民力代表 有學精力的限制 那麼這個限制就非常嚴苛 立法委員候選人必須是高中以上 那個畢業才可以 所以當時的法律是以那個 你要競選的那個 那個名利代表的那個級別越高 那麼他的學歷就要越高 那就是立法委員國大代表 這個是中央級的名利代表 所以你要參選 那麼他法律要求的這個職業 這個學歷就是要高中以上 那麼如果是 這就是接著當然就是有省議員 市議員 市議員就是直轄市的市議員 那麼這個他的那個 要競選的話 那麼他的學歷就 再次一點就變成就是初中國中 那麼如果是屬於縣市議員 那麼這個他的要求就是比較低 那麼你們認為說這個是不是 那麼意思就是說 以這個劉霞這個案子 就是因為他連小學都沒有畢業 可是他要參選中央級的名利代表 那麼只因為他的學歷不符合這個規定 結果就被拒於參選的大門之外 那麼這個規定其實就是限制了人民 有兩個基本權 一個就是限制他的參政權 另外一個就是涉及到他的平等 而說這個法律呢 其實就是對人民呢 做一個差別大一 那他差別大一的那個分類的標準 就是學歷 也就是說以有沒有高中學歷來分類 所以你只要有高中畢業的 你就可以選中央的名利代表 你如果沒有高中的學歷 那你就 對不起 你就不能夠選這一個中央級的名利代表 那麼這一個就是一個差別待遇 OK 那麼現在就是要來看看 那麼這個到底有沒有 沒有違反平等 各位想想看這個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 有沒有認為說這個是要嚴格審查 還是中度審查還是觀眾審查呢 這是屬於參政權領域的差別大一 這個要跟大家強調一下 參政權就是選舉罷免創之互決 這是在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權 因為涉及到主權者 人民是國家的主權者 他要去形塑我們國家的政治意識 所以那個選舉 所以那個選舉非常的要求要平等 要公平 因為選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基本權 就是政治性的權力非常重要 所以你如果在這種參政權的領域 你如果做差別大一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嚴格審查 所以這個要嚴格審查 那麼如果是嚴格審查 我們再來看 那麼他必須要看他所追求的利益 是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 你們認為這個法律 他追求的是什麼公共利益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 那麼他的利益應該就是 就是為了提升名利代表機關的意識功能 以及問政的品質 所以他大概是認為說你的學歷不高的話 你的問政品就不好 就某一方面好像也對 那這個目的何限 我們認為說這個 提升名利代表的意識功能 我們認為這可能可以列為一個comparing 就是一個急迫重大的公共利益 以台灣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是利益的問政品質 確實是需要提升 所以尤其現在最近也是一直炒得很激烈 那麼再來看 我們認為說你認為這個手段 要對於這一個跟提升問政品質兩者之間 要嚴格審查的話要知道說 他必須是一個最小件事 就剛好是match 也是剛剛好 那這個以前不知道 我就忘了有沒有跟大家介紹 通常把它稱為 這個手段對於目的 是達成他必須是一個 他應該有個歪吧 我先忘了 這是一個nary就是很緊密的 Taylor就是裁縫師 必須是密切剪裁 我們通常就是說 手段跟 它是一個密切剪裁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格的審查標準 所以在這裡我們也應該要看 各位你們認為說 它是以這一個學歷 要來確保問政品質的提升 你們認為手段跟目的之間 是不是match 剛剛好 是不是一個nary detail 我其實很懷疑 實際上這一個學歷 它本身只是說 就是你可能 你學歷比較高 不代表說你的問政品質就一定好 實際上當一個名義代表 最主要的其實要求 其實我認為它是一個 全人格的一個表現 它其實最主要就是要看 選民對他的一個信賴 而信賴與否 不只是看你的學歷 它基本上是一個全人格的 所以是一個中和的 我們來判斷一個人 他從事一個政治人物 看他的能力 看他是不是能夠獲得 和人民的一個信賴 以這一個學歷 來作為判斷的標準 這個根本 我們認為說 這個跟那個目的之達者 這兩者之間 認為說 這個並沒有一個 一個密切的關係 實際上我們看 絕大部分的國家 幾乎沒有很少看到一個國家 他的法律會規定 你要選民意代表 是以你的學歷 來配合那個民意代表的這個成績 成績越高的你要學歷越高 我覺得這種規定 反而是在歧視地方自治 意思就是說 你管得越是local的人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學歷越低 我覺得這種立法的心態 其實也是錯誤的 所以如果以目前 大法官對於平等審查的 一個標準來看的話 這個規定應該是違憲的 只是很可惜 這個他的作成的時間 是1992年 大法官說這個還是和限 所以劉俠他這整天 他就沒有辦法獲得救濟 最後就不能夠去參選 大法官在這裡 這裡就是會提到 就是說 這個就是縮理很簡單 他只是說這個規定是 雖然與其他國家不盡相同 但為了提升民意代表機關 意識共同及物質品質 橫租國潛 上南為與憲法有所抵觸 所以就是幾乎我認為說 那個縮理很不夠 他只是說他的目的是和限 可是手段呢 手段跟目的之間的 在這裡幾乎沒有縮理 但是他做了一個誕書 就是說 為國民交易的日益普及 選舉人對於候選人選擇的能力相對提高 所以 以後這個各級民意代表的候選人的學監力限制 是不是要繼續維持 以參著其他民主國家之通力 隨時檢討 所以大法官也知道要隨時檢討 可是他還是不願意宣告他違憲 他只是要求立法者你要檢討 參著其他民主國家通力 大法官也知道說 人家其他民主國家都沒有這種規定 也只能夠說當時大法官是 權力分立在當時 你要知道說我們1987年才解言 1987年以前大法官他的功能幾乎沒有什麼發揮 1987年之後很多人都說大法官才開始慢慢的疏想 那就像一隻獅子本來沉睡 那麼才慢慢的就睜開眼睛 所以這個是慢慢的 我們大法官的功能大致上是從1990年代 大概是1990年的中葉開始才突揮猛進 那麼這個我整個說是在一個清房不接的 在一個過渡時期道官還沒有非常的發揮功能 所以還是很謹慎擔心觸怒政治部門 所以他甚至在說如果認為有繼續維持學經濟限制的必要 意應重視其實質意義並斟酌就學有實際困難的人事 那這指的就是像劉俠 他說例如因為身體使其或其原因其接受學教教育 險教一般國民有難以客戶的障礙者 那麼這個應該要有立法者做一個適當的規定 但這個大法官只是做這個呼籲 要求立法者一定要這麼做 可是萬一我們立法院沒有照這樣去隨時檢討 大法官也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耐立法院的可 不過這個解釋做了之後 後來立法院自己就把這一個學經濟條件的限制 後來就把它廢掉 所以目前我們已經 目前我們就是沒有任何學經濟條件的限制 所以即使是小學畢業 那麼他還是一樣可以選這一個我們的中央的名例代表 那我們現在的教育普及 那這個基本上已經不是什麼問題 其實即使是黑道的本身或黑道的小孩 大概現在大學那麼多 大概也都可以分一個大學文憑 高中畢業更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現在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問題 那麼在這個參政權領域的這個問題 其實還有很多值得各位看 我們現在再來介紹一個 340號解釋 這號解釋被大法官宣告是危險 這個規定就是以前的選法法是規定 如果是政黨推薦的候選人 那麼他的保證金減辦繳納 如果是獨立的參選人 也就是他不是政黨推薦的候選人 而是獨立的候選人 那麼他就繳納全額的保證金 我現在就講的是說 你如果去參去競選的話 你要繳納保證金 基本上就是希望就是說 你要參與競選的話 必須是有誠心誠意的 真的有意要競選不是來鬧的 所以要你繳納保證金 那麼這個規定就是 有一位候選人他是獨立的 他沒有政黨推薦 不是國民黨不是民進黨 不是任何其他政黨 他是一個獨立的候選人 他要去參選 可是他發現根據法律規定 他要繳納足額的保證金 可是他發現說其他的候選人 他如果有政黨的推薦的話 他的保證金減半 所以他就認為這個是不公平 違反平等 那麼他就挑戰這個法律的規定 那個我們平等的案例非常多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為什麼案例多呢 因為平等是一個意思其實就是公平 而公平對於一般的民眾的心理 是他的最切身的感受 因為人類最喜歡比較 這是一個事實 人性就是比較 所以如果就是說相同的 你說剛剛為什麼鄰居 為什麼我的朋友 我的同學 為什麼有這個好處 他就會認為這個不公平 但是同樣的 他也會認為說 為什麼我受到這個限制 我有這個不利益 為什麼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同學 或其他的人 為什麼他就沒有受到這種限制 他也是會很敏感的去 這個敏感 神經真的是很敏感 就是說 受到差別的大意 人民的感受 他也是會很敏感的去 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人民向大法官 申請解釋去挑戰這個法律 有沒有違反基本權 這個大致上我們統計的結果 去挑戰有違反平等的那個案例 其實是最多的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 為什麼我要來參選 只因為我不是政黨推薦 我講那個保證金就比較高 有政黨推薦的腳上的保證金 就比較少 這個就是一個分類 差別大域 那麼他的差別大域的標準是什麼呢 就是有沒有黨籍 是不是政黨推薦 理論上這個 好 我們先來看 那像這個應該要嚴格審查 還是中度審查 還是寬中審查 一樣我只是在跟他強調一下 這個只要是涉及到 參政權領域的差別大域 原則上都是 嚴格審查 只是說嚴格審查 不代表說一定就是說 是會違憲 但就是我們要一個案 來這個判斷 這個案子大法官在這裡 這是1994年做的 這個案子他勇敢的宣告他是違憲的 這個案子大法官的理由 這個案子大法官的理由 我覺得蠻 蠻正確的 是很合理的 我們先來看 為什麼我們的法律會有這種要求 大法官這裡有提到 大法官這裡有提到 那麼他的目的其實 立法院有這種規定 他最主要的就是希望 國會裡面不要小黨林立 也不要有太多的五黨級的候選人 所以他就不鼓勵獨立的候選人參選 萬一他是擔心說 我們立法院裡面 如果有一些五黨級的 那麼他認為說這樣多數就比較不容易形成 所以他就要求有這個條件的限制 可是這個限制能不能夠達到目的呢 我們下一周再來做進一步討論 我們今天就談到340號解釋 那麼下一周會繼續 再跟大家介紹這個平等 好 那麼今天上到這裡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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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